- 呦,今天今天要来分享三套秋冬的格纹穿搭 哈啰大家好,我是星田,今天要来分享三套秋冬的格纹穿搭 那在秋冬的穿搭有两个元素是我很喜欢的 第一个就是格纹,那第二个就是有亮眼的设计或颜色很可爱的配件和单品 例如像是我耳朵現在上面這個可愛的球球耳環 它是毛泥的 或者是像是貝蕾帽啊 或是一些那種顏色很可愛的小包 這些小配件呢 都可以讓你的秋冬穿搭 馬上變得更有造型更亮眼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套的格紋是短裙 那這個格紋的話 它是比較有一點偏藍色系的 我覺得呢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我搭配的就是像是貝蕾帽啊 然後綁了很可愛的魚骨便 讓整個造型是比較更加的可愛文青感 上衣的話呢 是一件白色 然後有一個開繡的襯衫 我覺得就是設計上是有微微的一點點復古感 再搭配上今年非常流行的裝置背心 就非常的可愛 再來呢 就是非常重點的配件 也就是包包 這個包包是KINNATS的復古系列 然後你不覺得它整個質感超好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個裡面的設計啊 它這邊是它的那個logo 然後有一個拉鍊 可以放東西 這個算是空間蠻大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非常走一種質感跟復古的設計 而且我超級喜歡這個綠色 非常的有質感的一個墨綠色 很聖誕節 沒錯 所以其實如果你就算穿紅色背它 我覺得也會非常好看 看一下我現在這個紅色的指甲 跟它放在一起 有沒有就是有一種 嗯我要去過聖誕節的感覺了 很喜歡這個小包包 它的空間也很夠 欸我現在裡面有東西 就是有這樣子兩層的設計 嗯很好裝的東西 而且它還有像是非常好配的黑色啊大地色 這一款的包型是我很喜歡的 鞋子的部分呢也是非常時髦的襪靴 那這一款的話呢是有拼接的材質 我覺得也是讓質感大加分 第二套的話呢是換上一個格紋的長裙 那它這個格紋就是比較偏咖啡色系紅色系的 上身呢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搭一個貼身的黑色膏領 那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 重點是記得搭配一條可以放在外面的項鍊 就是讓整個上身呢是比較不會那麼單調的 再來的話呢我選擇的包包 是一個咖啡色的包包 我覺得很好看 重點是它的那個邊邊的那個背帶啊 是做成那種比較運動風 但是同樣也有紅色系 剛好就可以跟我的格紋裙呼應在一起 那這一款小包呢它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一個異材質的拼接 可以看到它這個 喔這個質感我覺得也是超好 我一眼就看上它 它也是KINAS的包包 然後重點是呢它是這樣子翻起來的 就是有一種小書包有沒有 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呢後面也是有一個空間 這邊是可以放東西的 那我覺得它整體拿起來呢 就是非常的富有線條感 不管你是要側邊背啊或者是鞋背 其實都非常的亮眼跟吸睛 如果你的穿搭上面有一點紅色系 或是大體色系都很搭 鞋子就是同一雙拼接材質的靴子 最後一套的格紋呢它是一個比較經典的色系 也就是灰色系的格紋 那這一件呢我想說來走一個比較休閒風一點點的感覺 所以上衣呢是搭配一個針織的帽T 有點休閒呢又有一點時髦的感覺 那其實秋冬呢我覺得也很適合綁包包頭 特別如果你是有一些比較高領啊 或者是有微微筋啊 或者是像是帽T 都可以讓衣領更加的明顯 包包我就換上了 Kina's非常經典的LOGO包 那我覺得這款LOGO包的設計呢 非常的精緻好看 而且它是這種粉色系的配色 所以跟灰色是非常的搭 那它這個包身呢它是有光澤感的 它的LOGO圖層是素面的皮革拼接設計 我覺得比起單純的滿版的LOGO來講呢 就是它有這個拼接的設計感 是讓它更耐看 再來有一些細節非常可愛 就是我很喜歡它上面這個LOGO啊 然後這邊是有這個珍珠的設計 很可愛 非常的精緻 而且它雖然小小的 其實也非常好裝 就是你看前面這邊有一個空間 然後這邊拉開來呢 裡面其實也是有夾層的 所以都是非常好裝東西的一個小包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一款它有一點這種梯形的設計啊 就是不管是你在裝東西跟提著拿的時候 那個看起來視覺上都非常的和諧跟舒服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穿搭 是三套格紋跟搭配不同三款的小包 那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穿搭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星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跟小鈴鐺 繼續支持我做影片喔 也要記得追蹤我IG 上面有更多的穿搭可以看 謝謝你的收看 掰掰